大家早安 我们之前所讲的 八十四法的检讨 在上一周已经解说完毕了 这周我们要进入新的主题 也就是二重二地 那这个二重二地是根据 陈时论第141品立甲名品里面的内容 陈时论总共有202品 而这个第141品立甲名品 可以是说权论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品 所以我在写现在手上的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里面几乎都是引用陈时论的原文 在之前我写其他的文章的时候 我很少引用在正文里面很少引用原文 都直接用我自己的话来解说 直接解说没有引用 那因为这品的内容很重要 所以在今天所发的讲义里面 陈时论所说的部分 我都是引用原文的 然后再加以解说 那立甲名品 它是陈时论灭帝剧里面的第一品 所以他一开头 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灭帝 他说灭帝就是灭三星 灭甲名星 灭法星 灭空星 那这个最特殊的部分是在灭空星的这里 灭空星就是阿罗汉国 那灭空星就是说 比如说在灭法星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质 然后这个所缘是身心现象都消灭的涅槃 所以他在剑道的时候 还有个能见所见 虚陀还向剑道的时候 有能见所见 那到了要振阿罗汉国的时候 是能所具名 那这个部分很特殊 因为在其他的 至少在比如说南传上座部里面 有部里面 并没有讲说这个正果 正果的时候 他有这个什么禁制无身制 有制就是还有心事 就还有心的活动 那在诚实论里面 他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正阿罗汉国的时候 最后这个能的这个部分 能所通通都灭了 就是他特殊的 跟其他部派 其他论书不同的地方 那前面的灭甲名星灭法星 跟这个其他的这个论书派别是一致的 就是在这个第三阶段这里 那什么叫甲名星呢 执着甲名的 执着甲名之星 执着甲名这样的一种心灵状态 执甲为实 把甲名当成实在的 认为有一个我 要嘛这个身体是我 要嘛我这个想法 情绪感受是我 要嘛全部的这个身心现象是我 然后他是真实的 这个叫做甲名星 法星啊就是他已经破了甲名星 他已经破了甲名 法星就是把甲名星已经灭了 但是啊他把这个身心现象 我们说五蕴 认为五蕴是实在的 那什么叫空星呢 就是以涅槃为所源之星 刚才涅槃 我有解释过就是说 身心现象全部不起 陈时论里面的话语叫做 五蕴通通灭了 灭法星的时候啊 这个是见到了 见到的许多的环象 灭空星是阿罗汉果 所以前面三果的圣人 他在得道的时候 他还有能锁 能是空智 锁是涅槃 那到了要证阿罗汉的时候 这个能锁通通都灭了 禁根制都没有了 那他一开始呢 他先开宗明义说 什么叫做灭地 是灭这三种星 然后呢 他接下来要讲这个二重二地啊 陈时论讲二重二地是他的特色 因为在有部里面 或者是至少汉译的一些论书里面 他只讲一重嘛 所以第一重是第一异地啊 和四地 这个是根本嘛 再从四地里面分真地 还有俗地 还有俗地 那第一地啊 他是说啊 诸法是空啊 四地讲有 真地啊 是 五蕴涅槃石有 俗地是说甲冥有 那这个跟三星可以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这个俗地啊 可以对应甲冥心 那如果一个行者啊 他能够见到五蕴 这时候他也不能见涅槃啊 他只能见五蕴 见涅槃就是第一异地了 他能够见到五蕴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叫做法星 如果他见到五蕴 通通都灭啦 这个叫做空星 但是这样还不够 他要进一步连空星都灭 所以在空星的时候 这时候灭了法星嘛 在法星的时候灭了甲冥心 那灭这三星啊 我要跟这个圣贤种类做一个对应嘛 诶 属于甲冥心阶段的啊 像我这个凡夫啊 就是甲 就是属于甲冥心阶段 那陈时润有一个特色 陈时润有个特色啦 我先跳开一下 我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一般哦 一般是这样说 剑道以前啊 叫做凡 剑道啊 包含剑道啊 叫做圣 圣文道次第五个阶位嘛 三贤位 一般说这个叫外凡 再来四善根位 这个叫内凡 剑道位 修道位 吴学位 就是阿罗汉 一般用剑道作为一个分水岭 可是陈时润啊 一般说虚头还相在这里 剑道这里 很短暂 有不说只有十五个心事刹那而已 陈时润啊 他把虚头还相往前移了 他说虚头还相有近有远 近就是指剑道位 远可以远到哪里啊 可以远到三贤位 像有不说 俱色论啊 里面说 有不虚头还相 说两种 随性行随法行 这个都是剑道位 那陈时润啊 他把随性行随法行啊 拉到前面来了 陈时润啊 随性行是在 随法行 在四三根位 随性行啊 他在前面的三贤位 那他破了假名之后啊 他在四三根位啊 也是叫做 延习原本的名称 也叫做随性行 就是说随性行随法行是代表行者两种不同的根器 一种是信心比较强的这一类行者 他听闻佛陀所说啊 他就一平的这个信心 依随着佛陀的教法来修行 那随法行是比较立根的 他是根据法义来修行 他是对这个法 去思维法义 所以有两种 两种根性的行者 福法里面讲的圣人是包含哪些阶位啊 我们一般讲说这个 这个果位 就是说这个圣人是四相四果嘛 虚头含相虚头含果 虚头含相虚头含果 阿娜含相阿娜含果 阿罗汉相阿罗汉果 这个叫圣人哦 那现在陈时润啊 把这个 把这个虚头含相拉到这么前面来 他如果还在这个三贤位 他都根本还没有破假名啊 但是因为他跟外凡一个差别 就是说外凡他没有信进念定会五根 那这个随性行的虚头含相啊 他有这个薄弱的五根 然后呢 他也起了这种 快要破假名这样的一个字 还没有真正到破假名 但是已经有类似的情况 这时候啊 他就跟凡夫有了区别啊 所以啊 在这个见到前的 是叫做明子圣人啊 见到以后才是真实的圣者 如果在有部没有这个问题嘛 圣就是圣 哪有什么明子圣人 可是因为陈时润把虚头含相拉到这个三贤位来 三贤位其实代表三个阶段嘛 我们说五庭心观 别相念著 总相念著 这是明相啊 那用我的话来讲 第一个阶段 就是在止息忘念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是观察 第二跟第三是观察身心现象的阶段 所以他把这个拉到 这个虚头含相拉到很前面来 在这么前面 居然就叫虚头含相 是圣人 实际上他还没有真正开始断烦恼 陈时润说啊 要开始断烦恼 是四善跟未开始 然后呢断根在见到 见解上的烦恼 断根在见到 那从四善跟未的时候 开始真正断 那随性行都还没有开始断烦恼 被称为是圣人 这只是名字圣者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跟这个 前面讲的三星和灭三星 做一个搭配嘛 所以假明星啊 这是凡夫嘛 还有随性行啊 他其实已经快要破了 将破未破了 还没有真正破 但是他已经产生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能破之质了 那他破了假明星到法星的时候啊 这就包含了随性行跟随法行 那他灭法星的时候啊 这个是见到位啊 诚实论还有一个特色嘛 他把虚头还相分为三种 在俱色论里面只讲两种 随性行随法行 诚实论又多了一个随无相行 当然这是根据经文嘛 我们在讲前面介绍诚实论的内容大药的时候 有介绍过啦 就是他是根据经文 所以他说有三种虚头还相 这种叫做随无相行 那灭空星呢 就是阿罗汉国 所以二从二地和三星 或者灭三星 他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这个是城市论的最核心的特色啦 这是他整部论书的一个核心精神 核心思想 所以我们请翻开讲义 我把这个论文念一下 我现在写的这个文章提名叫做 灭三星与二从二地 那刚才讲过了 灭三星就是灭除假明星 法星空星 假明星是只取假明 以为实在之星 法星是只取五蕴诸法 以为实在之星 空星是以五蕴静灭的涅槃为所源之星 诚实论灭三星思想 是和二地观息息相关的 这两个主题构成灭地句的主要内涵 诚实论将二地开为两重 首先根据得道者和未得道者的境界 分为第一异地和四地 以前我是写说根据凡胜的境界 但是因为陈时论他把这个圣位拉到三弦位来讲 所以我就觉得依这个凡胜来分第一异地跟四地不好 所以我说依据得道跟未得道 得道就是说你有没有见到涅槃 得道就是见了涅槃 没有得道就是还没有见到涅槃 所以涅槃就是在禅观中五蕴通通不起 这样的一个境界 极灭的状态 接着针对未得道者还没有见到涅槃的这些人 他的境界根据他所执取的假明和始法 将四地分成真地跟俗地 三星和二重二地之间有对应的关系 一般凡夫所拥有的假明星 与拂灭假明星者所证得的法星 各以俗地、真地、所指的假明和始法 作为认知能力所及的对象 就是说这个假明星 他是以俗地为对象 然后这个法星是以真地为对象 那各位看到说我这边讲浮灭 就是说当这个行者他已经见到五蕴 他破这个假明星 这只能叫做浮灭 没有叫不是真正的灭 你要重根断 这个按照陈时润的说法 能够重根断 这个是要见到灭地才行的 所以在四善跟畏的阶段 只能叫做浮灭而已 压住压住不起这叫浮灭 不是必尽灭 那什么叫做四地呢 他是适应未得道者的认知能力的道理 得到圣者的空心是以五蕴空为所源 更进一步连空心也需要灭除 得到圣者所证悟的诸法极灭的真理 这个是第一异地 所以陈时润透过二重二地的安利 使三星所显示的凡圣认知状态 各自拥有视情视理的地位 借此展现出佛法的中道性 以及佛教修行的次第性 陈时润他非常强调这个次第性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他为什么要安利四地 他很强调 因为安利四地也是基于佛教修行的次第性 所以陈时润灭三星思想 是以二重二地作为基本架构 他的指去表现在对四地中 熟地和真地的逐层超越上 逐层超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本来我们是在假明星的这一层 熟地的层次 灭了假明星我们就进步到这个真地的层次 但是这样子还是不够 还没有真正见到真地 所以我们他在进步的这个超越 到灭了法星达到空星 所以那不管空星或者灭空星 他都是第一一地的层次 所以第一地不能再超越了 那他真正要超越的是 四地里面的从熟地到真地 从真地到第一一地 非常强调这个赤地 他非常强调这个赤地 所以我在这个论文里面 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是第一节 接下来还有第二节第三节 那第一节是针对二重二地 第二节是针对三星的这个内涵 然后呢 四地中的假石的区别 最后再讲到弦胜的种类 那我先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翻译的问题上 这个第一异地又称为真地 又或者称为圣异地 那四地又称为四地 四俗地 俗地 所以这就一开始看诚实论的时候 会捕撒撒 以为他讲的真地跟第一异地 是相同的 他讲的俗地跟四地是相同的 其实你如果仔细看论文 你就会发现说 他讲的是两重啊 二重二地哦 不是说这个第一异地就是真地 四地就是俗地 但是有的学者 把他这样误解了 四地就是俗地 真地就是第一异地 那是错误的解读啊 就是说你从其他的这种 习惯的这种意语里面 你把这两重搞混了 这是对诚实论的误解 那在诚实论里面 他这个二重二地啊 他的地有不同的意思 地有真理跟实在的意思 所以诚实论的二重二地啊 他其实包含了这两种意义 讲真理呢 这是指第一异地跟四地 那讲实在呢 这是真地跟俗地 那我们刚才有解释啊 第一异地啊 是得道者所证悟的真理啊 那四地啊 他是适应未得道者啊 他能够受用的真理啊 那真理怎么会说 比如说像 像诚实论有讲说 第一地啊 要说无我啦 四地要说有我啊 这样矛盾吗 我们一般说真理只有一种嘛 为什么有两种呢 而且一个说有我 一个说无我 为什么两种矛盾的真理 可以并存呢 那我们解释说 因为这是根据认识者的条件 不一样嘛 他就没办法认识啊 他还没得到 你跟他讲空 他不知道啊 所以这是根据认识者 他的认知条件的差异 来成立的 那四地啊 用现在的话来讲 他是叫做相对真理啊 他是相对的 他不是就 所谓相对是指非究竟 第一地是究竟的真理 究竟真理只有一个 究竟真理只有一个 但是他容许相对真理的存在 所以佛教在讲真理的时候 他不是说 我讲这个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二地有这样一个特色嘛 不是说 真理就是这样 然后其他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不是 他说 他说究竟的真理只有一个 但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就针对你的这个认知能力的状况 而且呢 针对说 他有助于你能够达到第一地 这个就安利成四地 所以第一地跟四地它是真理的意思 那真地跟熟地是实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 应该这样讲 真地的地它是实在 或者我们把它 真地是指这个实法嘛 包含五蕴跟涅槃 这个就是实在的嘛 俗地是假明 如果我们要用哲学来讲啦 这个叫做存在 一个是实在 一个是存在 这样各位理解吗 那佛教讲实在是什么意思 佛教讲实在是他不可以再分析 就是以诚实论里面所做的解释 就是什么叫实法 它不能再分析了 不可以分析的叫做实在 那如果说像水啊 H2O 它可以分析嘛 这个不叫做实在啊 瓶子啊 它是由这个 比如说玻璃啊 或者是像泥土组成的 它不是实在啊 那这二重二帝啊 不能说诚实论他自己发明 应该是说他参考了这个其他的部派 其他的论书的说法 他把它贯通 融合贯通起来 那刚才讲到说二重二帝啊 不是说诚实论他自己创发 而是说有前面的基础 他做一个融合贯通 像诚实论讲的这个真帝跟孰帝 我们说孰帝是假名嘛 真帝是五蕴始法嘛 还有涅槃 这样的二帝啊 叫做假十二帝 据舍论顺正理论讲的二帝就是假十二帝哦 这是有部和金部里面所说啦 后期的有部跟金部啊 他们讲的二帝是属于假十二帝 那这个第一帝是圣人证悟的这个 得道者所悟的这个真理啊 然后呢四帝是这个为得道者的这个 所适应他的一个道理 那根据应孙法师 性空学探员里面所说啊 他把它称为叫做真望二帝 他认为是来自大众系 他用系啦 就是说他不确定大众系 大众系代表说他有很多不同的部派嘛 有说出世部啊 有根本大众部啊 还有像什么基因部等等的 那他用系啊 这个词就是表示说 他不确定是这个系统底下的哪一个派别 所以陈时论他是把这个不同部派里面 所说的二帝观啊 他把它综合在一起 我们介绍赫里法蒙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过他是在有部出家嘛 那他的老师 揪摩罗陀啊 也被认为是这个金部的主师 那他后来被有部排挤啊 他迁徙到华士城跟大众部共住嘛 所以他接触的这个部派是很多的啦 所以在陈时论里面啊 也反映出他将不同部派的思想啦 他做一个贯通融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所以请各位翻开讲义第二页 我们念一下论文 陈时论的二重二帝是以第一异地和四帝为根本 四帝中又有真帝和俗帝之分 因为这个范词啊 巴拉玛塔萨扎扎可以译为真帝圣帝第一异地 三伯利扎扎可以翻译成四帝俗帝世俗帝 所以有学者在研读诚实论的时候 将第一异地跟真帝混同 将四帝等同于俗帝 那这个是我是在讲 日本学者胡元亮言 他写的一本陈时论的研究啦 那陈毅彪老师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我不晓得说我们基金会什么时候会排版好 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去年就已经我记得去年就已经翻译好了 所以有人把这个四帝跟俗帝混淆 真帝跟第一异地混淆 而认为说陈时论只讲一重 不是啦 陈时论是讲二重二帝 那纠魔罗石啊 是在不同的意义下来分别使用这些异语的 如果按照陈时论的意义来看啊 不能把这些混淆在一起啊 不能把他认为说啊 名称不同意义相同 或者说是翻译的时候啊 就是要让这个迟早丰富啊 所以将同一个饭词 翻译成不同的汉词 不是这样子啦 从陈时论论论文里面就可以知道说 所指是不同的 但是因为陈时论的范文已经译诗了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 他这些这个意义原本的饭词到底是什么 透过陈时论的文艺啊 就可以了解到说啊 他的二重 他的二帝啊是两重啊 不是只有一重 那根本啊是第一帝和四帝啦 这是根据得道者和未得道者 各自所示的真理而安利的 四帝的真俗二帝啊 则是将一切存在解析为假食两类 前者是 就这个假名啊 是一代他法构成的和和物 他只是一个名称的 失色就是安利的意思啊 只是名称的安利而已啊 他没有具实性 那所谓的食啊 是指不能够再分析啊 他是基本要素啊 透过他可以合合成这个假名 这是实在的 依假食的区别而有俗贞二帝 陈时论的二重二帝 可说是将布派不同类型的二帝官 予以龙贯柔社所获得的一个综合的成果 那这个是根据应顺法师信空学探员里面讲 刚才我们也说过嘛 真帝和俗帝 这个叫做假食二帝 这是取自金布和油布 那第一异帝跟四帝啊 应顺导师说啊 这种是属于真旺二帝啦 他是取自大众系 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三页 帝的意义 刚才有讲到这个帝啊 范词是satia satia很多意思啊 那在陈时论里面啊 相关的是真理还有实在 陈时论里面啊 第一异帝跟四帝的帝啊 就可以理解成是这个truth 真理道理 什么叫真理 他是指啊 理智跟对境的相符啊 你的认识跟这个 你所认识的这个对象啊 他是相符的 这个就叫做真理道理 这是属于认识的层面 那世帝中的真帝和俗帝 所讲的帝啊 跟实在相关啊 真帝是指不可分析的 真实存在 称为实法 俗帝是假借实法 合合而成的组合物 称为假明 所以这二重二帝啊 是根据认识层面 跟存在层面啊 来使用两种帝意啊 那帝作为真理 一般认为真理啊 只能有一种 诚实论说啊 佛法是说有二帝喔 不是一帝 是二帝 若说第一一帝啊 有我 凡是说 若是反 呃 就说跟各位 稍微分享一下 以前我看到若都把它解释成如果 不是啦 就是 有的时候你看翻译啊 翻译 古德翻译 你不能完全用汉语的概念 来解释 若至少在旧摩罗词的翻译里面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是凡事 第一个是凡事 中文里面若哪里能解释成凡事呢 不过若好像可以当代名词嘛 那它通常翻译的时候 你要注意 若若什么 然后词什么什么 这是泛文的剧情啊 是是词的意思 就说凡事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个啊 是当成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中文的若有这个意思吗 好像没有吧 所以你要看啊 如果翻译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没有 有的时候它会 后面会有十 前面若后面十 那这个若就是当的意思 混 但有的时候它没有十 所以你自己去判断 第三个就是 我们中文本来就有的意思 如果 第四个意思是或 或者 有的时候没办法翻 特别是针对第一种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不翻了 你可以不翻 当是讲第一种的时候 就不用翻 可以不要翻 或者比如说 凡所有色 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 这就是或的意思 它就会 如果当或者的时候 它就会有并列 或 或 对不起 若若若 凡所有色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今若远 若出若细 若好若丑 有 比一切都叫做色 以前 我不了解 我看到若都当成是如果 那这样子 你这样子翻译 你这样子来解 那个句子就怪怪的 所以基本上是这四种意思 那就看到底是哪一种 所以这里讲说 若说第一异地有我 是为身见 这里的若就是刚才讲的凡事的意思 凡事说第一异地有我 这个就是身见 凡事说四地无我 这个是邪见 凡事说四地因此有我 第一异地因此无我 这个是正见 所以根据这个论文 不但有四地和第一地 两种真理 而且这两种真理 是以相反的陈述来并存 所谓相反的陈述就是指 有我跟无我 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矛盾呢 大皮菩萨论说 真实只有一地 也就是圣异地 圣异地就是第一异地 究竟的真理只有一个 那二地是根据认识者 本身条件的差异来建立的 四地是为得道者所受用 就是说可以得益 受用是得益的意思 得到利益 四地是为得道者 他所受用的相对真理 第一异地是圣者所证悟的究竟真理 当地被解释为真理的时候 他并不是独一 具有排他性 只要是在正常的认识状态下 像这个思觉失调就 不是正常的认识状态 我妈妈常常 她因为缺血性中风 那造成失智 那失智症又并发 失觉失调 所以她有迫害妄想症 她常常跟我讲说 半夜有人进来了 那她会看到人我都看不到 很奇怪 所以我们讲说真理是 理智跟对境的相符 那明明就没有人站在那里 她看到有人 那这个就她所见 她所知就不是真理 不是道理 所以在正常的认识状态下 得道者和未得道者 各依她的心智能力 获得对境相的如实描写 并且有助于道德跟智慧的提升 这就是地 就是真理 诚实论的第一地跟四地 就是这样的意义 这样的二地地在于调和以下两种认识的对立 未得道者的有我经验 和得道者五蕴静灭的无我体悟 这里面所谓的有我 是指五蕴何何相续的假我 就是说死我是究竟不存在 所以四地所说的有我 是指有假我 凡夫如果不依据佛法所说的缘起理则来思维观察 贸然认为连无我也没有 这样的无我就成为邪见 所以这里引用了诚实论里面一段 凡事人没有得到真空智慧 他却说没有众生 众生是指轮回的主体 这个叫做邪见 因为没有众生受生死的缘故 所以叫做邪见 凡事得到空智 说无众生 这就没有过就 所以他接下来解释 这个人还没有得到真空 见有认为的意思 在范语里面见有认为的意思 他没有得到真空 他认为无所有 这样就堕入二见 什么二见呢? 就是断见跟邪见 凡事人先根据世帝 因此知道有我相信业还有果报 然后观察诸法无常生灭相 渐渐的正灭 没有我心即灭除贪心 凡事听闻他 那说无所有 就是听闻他说众生无所有 就没有过就 所以他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是在表示 无我说如果没有世帝的基础 连假我和夜报轮回都否定 这就成为断见和邪见 这诚实论非常强调的 一定是要立足在世帝的基础上 才能够进一步 关键诸法无常生灭 乃至关键诸法 静灭 而灭除直我之心 这样的人说 众生无所有 他是没有过就的 这也显示出 四帝虽然只是相对的真理 但他具有引导至究竟真理的功能 所以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一定是讲二帝 不是只说一帝 四帝不可或缺 除了真理的含义之外 帝也有实在的意思 实在之所以为实在 刚才已经解释 实在就是不可分析 而成为一切现象事物的 基本构成条件 那真理就是指 构成现象事物的基本要素 称为死法 例如人是由五蕴和合而成 五蕴就是身心要素 五蕴诸法 如果不能够再被拆解 分析下去 就是死法 又如瓶子是由色相畏畜 合合而成 色相畏畜不可以再被分析 所以是死法 另外涅槃作为修行者的成果 也被陈时润视为死法 那俗地呢 它是指 简单讲就是合合物 假借施物 假借死法合合而成的现象事物 本身没有实性 只是一种用 明言指称的概念性存在 它只是一个概念 这叫做假明 例如人和瓶子 诚实论的真俗恶地 意味存在的两种层次 死法跟假明 只不过真地所指的死法 它仍然是四地的层次 不是究竟真实的 从圣者所证悟的第一地来说 那些不可分析的诸法 其实不是实在的 刚才讲到四地不可或缺 它一定要安利 那理由是什么呢 我把它整理成四点 佛法的无真性 还有顺应性 第二点佛法的中道性 第三点佛法的真实不忘性 第四点佛法的次第性 因为陈时论引用了这一则经文 佛不与世间争论 可是世间却要与佛争论 世间就是指众生的意思 地点在社会国奇数及孤独园 这时候 世尊对比丘们说 我不和世间众生争论 世间众生却和我争论 为什么呢? 比丘啊 这里的落 要怎么解释 凡事啊 解释成凡事比较好 凡事啊 如法而说的 不与世间众生争论 世间智者说有 我也说有 什么是世间智者说有 我也说有呢? 比丘啊 受是无常苦变异之法 世间智者说有 我也说有 同样的受想行事 他是无常苦变异法 世间智者说有 我也说有 所以这里佛陀说啊 这个 世间智者说的 我也跟 这个世间智者说的一样 我不会跟世间的智者 有所争论 我不会跟世间的智者 不论至于我都不会争 世间智者说无 的我也说无 也就是 社是 常恒不变异正著的 世间智者说这样的五蕴 这样的社是无 我也说无 受想行事 是常恒不变异正著的 世间智者说这样的受想行事 是无 我也说无 这叫做 世间智者说无 我也说无 比丘啊 有世间世间法 这有时候汉议有 他这样翻译 我们真的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两个 那如果我们从 巴利文的否点来看 就知道这个世间法是指 在世间中的世间法 他中文翻译出来 他没有把那个格 格的性质翻译出来 第一个世间是 在世间中的世间法 有这样的法 这也是我自知自觉的 就说并不是世间智者讲我跟着说 而是我自己也这样子 自知自觉 我为人将这个世间法 分别演说显示 世间盲目者 不知不见 这不是我的过失 什么是在世间中的世间法 我自知我自觉 为人演说 分别显示 盲目者不知不见呢 比丘啊 这个色啊 是无常苦变异法 这个叫做在世间中的世间法 就说佛陀他强调说 世间智者说 的这种无常的五蕴 它是有的 我也说这个有 而这也是我自己自知自觉的 我说它是属于世间法的层次 不是初世间法 这个无常苦变异的五蕴 是世间法层次 不是初世间法 像这样啊 受想行事 无常苦 这是在世间中的世间法 比丘啊 这个是世间中的世间法 我自知自觉 为人分别演说显示 盲目者不知不见 我对于这些盲目不知不见的人 我能够对他们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经文 所以这个经文 它有这样的意思 佛它是随顺世间智者说法 它不和世间争论 可是这个世间的愚者 对于佛陀所说的世间法 对于佛陀所说的世间法 不知不觉 而要和佛陀争论 因为佛陀把五蕴说成是世间法 所以陈时论就认为说 这个五蕴是属于世地的层次 它不是初世间的 初世间的话 它是属于第一异地的层次 所以陈时论根据这个经文 它说五蕴是等于世地 而且这个经文它讲到说 这个无常苦变异的五蕴 世间智者说它有 它是有 我也说它是有 然后这边说 有世间世间法 有 陈时论把这个有解释成是世间法 它是石油 所以说它是世地 然后它是世地中石油的成分 它是世地中里面石油的层次 所以陈时论把它立为真地 所以陈时论它 虽然应顺法师说 它是将部派的不同的二地官 做一个闸楼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它是有经的依据 那我们看陈时论它怎么样利用这个经文 世间众生它受用世地 受用世地就是说它可以从世地得到益处 如何知道呢 例如说化中火 人们也会相信而且接受 就是说化中火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火 可是人们相信它 就是说人这么愚痴 那诸佛贤胜想要使世间就是指众生 离开这个假明 化中火就是在比喻我 那诸佛贤胜要让众生远离对于这个假 虚假的这个我的一个执着 所以用世地来说 例如经中佛说 我不与世间争 世间予我争 因为智者无所争的缘故 那在杜诚实论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不讲刚才那个经文 你怎么知道它引这个经文是什么用意呢 它引这个经文就在强调五蕴嘛 五蕴是世间法 而且它是有 就是说如果你 我们像他是对内行人写的 内行人都手脸经文 所以他一写出来 人家就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我们不了解 我们没读过 那你直接看就说 这个诸佛贤胜要让世人离假明 用世地说 这个我不与世间争 世间与我争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他是在表达 因为我们执着假明嘛 所以我要用 讲一个使法 让你来破这个假明 刚才陈时润讲到 化中火啊 人们也会信以为真 那这个化中火啊 他是虚妄不实的嘛 他是用来比喻我 我是假明啊 我们在生活中啊 都是一直听到我这个词语啊 所以啊 就像这个化中火啊 把它当真啊 诸佛为了要让众生 能够远离对我的妄知 所以说 世地中的真谛 也就是五蕴 使众生能够 藉由观察五蕴 来破除对我的妄知 那刚才我们也读了 《杂寒经》三十七经 经文的大意是说 五蕴是无常苦便义之法 世间智者说这样的五蕴有 佛陀也说他们有 五蕴是长痕不便义正著的 世间智者说这样的五蕴无 佛陀也说他们无 有世间中的世间法 也就是无常苦便义的五蕴 这也是佛陀所自知自觉的 佛陀为人解说开示 这个五蕴世间法 然而 无常苦便义之法 盲目愚痴的人 却不知不见 佛陀不与世间的智者争论 世间的愚者 却要和佛陀争论 在《杂寒经》三十七经中 五蕴被世间智者和佛陀同说为有 这是世间中的世间法 陈时论根据经文 认为五蕴在世地中实有 并且这也显示出佛陀说法的无真性 在刚才陈时论的引文里面 陈时论他也有这样的意思 藉由观察五蕴 可以使众生明了 我只是假明 而能破除对这个假明的执着 因此诸佛为执着假明的众生说五蕴 众生对此能够有所受用 将五蕴安立为世地中的真谛 不仅显示佛法的无真性 也显示了佛法对于众生的顺应性 能使众生受用得益 就是说众生的根性是这样子 他必须要藉由一个基础的来破 就是说藉由这个实来破假 所以佛陀顺应众生这样的一个根性 为他们说五蕴死法 世地也能够使余痴凡夫无所争论 诚实论说佛法它是不可真胜的 凡是说第一亿帝因此无 则智者不胜 凡是说四帝因此有 则凡夫不争 又说凡是说二帝啊 那么佛法就清静啊 根据第一亿帝的缘故 智者不胜出 根据四帝的缘故 语者不争论 所以这两个引文有这样的意思 第一亿帝它说五 说诸法皆空 在空之中啊 就没有胜者可以说为是胜出的 四帝说有啊 不仅说五蕴有 也说假明有 于是凡夫对此 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就说在四帝底下 他讲五蕴有 假明有 那还有什么好争论呢 说二帝能彰显佛法的清静无真 这就是在第一亿帝之外啊 还必须安利四帝的理由 另外 陈时润也说 上古的时候 人们想要利用万物 因此啊 万物产生的时候啊 为他们安利明子 例如平等等 如果啊 单仅是法 就不能够啊 去利用它 因此说是帝 那他这段的意思啊 是 就是 合合而成的事物 才可以被人利用 如果仅仅是色香味醋 这些构成要素 是不能被人利用的 人们为了方便利用这些事物 而给予名称 因此佛陀也顺应世人 说四帝中的俗帝 以安利种种的假明 所以这个 无真性跟适应性里面啊 他分别来解说这个真谛跟俗帝的安利 我把这段再稍微提示一下重点 刚才讲的这段啊 他分三点啊 第一点就是讲 第一点啊 真谛说五蕴 这个是世间智者也说的 所以佛陀跟着 就是说和世间智者所说是一样啊 这个 这个是反映世帝的无真性啊 那 书五蕴呢 他也是要为了破除 众生对于假明的执着啊 要拿一个来破另外一个啊 这也是顺应众生的这个根性啊 第二点 俗帝啊 他说 有啊 说有这个我 这个我是假我 所以啊 凡夫啊 对于俗帝啊 他没有什么 好真的啊 这个也是 显示了 安利世帝啊 这是基于佛法的无真性 第三个啊 俗帝能够安利名称啊 这个是顺应世人啊 在使用万物上面啊 有他的方便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世帝安利的理由啊 我整理成四点 一个是 第一点是无真性跟顺应性 第二点是中道性 第三点啊 是这个真实不忘性 第四点啊 是这个次第性 那各位猜猜看啊 陈诗润里面啊 他论述最多的是哪一个 有这四个理由 但是哪一个是 他 论述最多 表示他最重视的 次第性 对次第性是他最重视的 你刚才有说过 我已经说了 不是 你说次第性 陈诗润 特别是次第 我本来 可能我们直觉的以为是中道性 其实 在他的论述里面 他中道讲的反而少 他强调的是次第性 那接着我们看中道性 陈诗润说 凡事说恶地 则不剁断肠 不剁斜肩 以及苦边 还有肋边 夜汉果报等 这些都可以成立 那下面是我的解释啊 第一异地说空 所以行者不会堕入常见 不会为了后世的福乐 或者解脱 从事种种没有意义的苦行 堕入苦边 世帝说有 因此人们不会堕入断肩 不会认为只有今世 而尽情享受五欲的快乐 堕入肋边 世帝的安利 也使人不会堕入 事有为无的邪剑中 并且使夜汉果报都能够成立 邪剑就是把有当成是无 比如说有轮回 有夜跟果报 邪剑说通通没有 所以这一段它是表示 第一异地说空 他可以破常见不剁苦边 世帝说有 所以第一个他可以破断肩 断肩就是指先有后五 他不会堕肋边 他也可以破斜肩 斜肩是事有为无 所以可以成立夜更果报 我写一下好了 第一异地说空 所以他可以破除常见 他不会堕入苦边 世帝说有 所以他可以破断肩、破斜肩 那什么叫做断肩 就是原本有然后没有 那破了断肩 就是说让众生了解有轮回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不会单欲于五欲的快乐里面 不多乐边 那斜肩叫做事有为无 明明就是有把它当成无 像这个善恶业 还有善恶业的果报 认为这些都没有 这个叫做斜肩 破了斜肩 可以成立业还有果报 所以这个恶地亚他显现出什么样的忠道呢 不长不断嘛 还有不苦不乐 我们一般讲这个忠道啊 我们都以为是啊 这个四地跟第一地合起来才有忠道 我们都这样认为嘛 可是事实上啊 诚实论里面 四地本身就有忠道了 所以诚实论是说 诚实论有三种忠道 以前我们认知的忠道都是第三种啊 二地合明忠道 事实上 光是四地本身就有忠道 第一地 光是第一地本身啊 也有忠道 那什么叫做四地忠道呢 比如说 假我 在诚实论里面这是俗地嘛 跟五蕴 在诚实论里面是属于真地 假我跟五蕴是什么关系 不依不义嘛 所以在四地忠道里面就有不依不义啊 四地里面有不依不义忠道 那比如说 以五蕴来讲 五蕴合合为我啊 那这个五蕴它是相续的 所以它是不长 这个五蕴是刹那灭的 所以是不断 所以它所合合的这个我啊 是不长不断 这个是四地的忠道 因为还没有讲到第一地的层面 第一地讲空 它还没有到这里啊 所以这个叫做四地忠道 刚才有口误啦 五蕴相续所以是不断 五蕴刹那灭所以是不长 这样子合合而成的我啊 是不断不长的 所以外道所说的我嘛 要嘛是断 要嘛是长 可是佛教讲的是五蕴合合的假我啊 它是不断不长 第一地里面也有忠道 那在我这个点击里面啊 它是把它称为真地忠道啦 就是它把真地跟第一地混同啦 实际上如果在诚实论里面 严格的用语叫做第一地忠道 那什么是第一地忠道呢 第一地它这个它讲的是涅槃嘛 在第一地里面啊 涅槃它没有实性 但是啊 涅槃作为修行的成果 诚实论强调它不是虚无啊 涅槃非有非无 这个是第一地忠道 那二地和明忠道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第一地啊 它破长啊 四地破断 所以这个就有不长不断嘛 那第一地啊 破长不剁苦边 四地啊破断不剁热边 所以不苦不乐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立甲名品是诚实论里面啊 最核心最重要的一品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白话文的翻译啊 还有原文 还有它引用的相关经文啊 我把它印出来啊 做成一份讲义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翻阅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啊 你尝试的看看 在第十四页吧 是十四页由到后面十七页啊 是第甲名品的原文 各位可以自己看原文 看看自己能不能够理解啦 就是你先不要看我 一段一段白话文的解释 你自己看这个原文 有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意思